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李军访谈 今天我们来关注两个焦点人物 一个是马云 大家知道马云最近退出了蚂蚁金服 那么他为什么会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情况 他真的退出了吗?为什么退?以后会怎么样? 我们来跟大家分析分析 第二个来说一说张文宏 张文宏最近在给上海的医生做培训的时候 有点急了,说现在的这个治疗方法基本都是错的 那该怎么办?他又说了很多他的观点 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这里面有很多内涵 我们可以来把它解析一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就赶紧订阅一下 按下小铃铛,这样就能不断的收到我们的节目通知 好,我这先谢谢 那么第一个来我们来关注马云 应该说从2020年的当时蚂蚁在美国上市嘛 对吧,那个风波开始 那时候的马云就大家一直非常关注啊 毕竟当时在美上市的时候370亿美元的盘子 那应该说国际社会也好,中国也好,大家都非常密切关注 这么一个大的上市公司在美国的出现 结果最后罐头被政党会砍下来了,说不允许 当然那时候一直就疯传啊 就是说这个马云下面可能要被整肃也好啊 或者是要甚至说把就被抓下来好等等的 那么从那以后到现在应该说马云一直非常低调 他退出了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控制 那么也现在呢又放出了这个蚂蚁金服的这个控制权 那么他原来在这个里面 他毕竟占了一种绝对控股的一种状态 现在说他的股份只占6.2%了 那么也是这个退出了整个公司的管理控制了 他没有决策权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到现在马云走这一步呢 他可以说他是整体上向习近平投降认输了 就说大爷你狠,我实在斗不过你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这个当时这个马云金服他在美国无法上市之后呢 政兼会他就提出了相关的要求 说你的股权结构有问题 你内部这个股份呢各方面他就有问题 你要做调整 那这种调整呢实际上对马云而言 他如果想调的话 我个人觉得可能以他的工作效率可能三天就够了 如果他在慢慢拖慢慢拖三个月也就解决问题了 那为什么拖了三年呢 到2023年1月份才走到这步呢 我认为啊马云是在党 在等风来 对吧 他看这个二十大习近平能不能掌权 如果他不掌权的话 那他有可能啊 新的领导上来 他的政策会做一些变化之后 他就有希望 那么现在肯定是没希望了 对吧 现在看着这个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了 同时这个上来之后 他的班子全部上来了 虽然说李强原来跟他关系也不错 但是毕竟得听习近平的 所以这时候呢 我觉得他是基本上属于是一个认输的状态 就算了 退出来 至少从表面上是怎么退出来了 那么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他的本身在民营企业中也是个代表 马云的这种被这个中共中体制也好 被习近平整肃也好 他只是民营企业的一个缩影 大家知道这几年 这种大的这个网络公司 包括腾讯啊 百度啊 包括一些培训行业就不说了 对吧 那都比较惨 这是因为中共他本身对这样的民营企业 他就不放心 你这么大的网络公司对社会营养力这么大 如果全部控制在民营企业家属于 那中共怎么放心 习近平也不放心 所以他们受到整肃呢 我觉得是一种必然 那么更广的民营企业 在这种国进民退的环境下的影响 我就不去说了 我只说马云这一块 第二个呢 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呢 还是因为他这个 他跟政商结合的来做到这一步 说实话 在中国做生意啊 你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 如果你不跟一些权势来合作 你很难做到更大 那么马云那时候呢 他早期的时候 软银给他2000万美金来发家起来之后 再做到一定程度 他想再往上走的时候 那些权势们就来找他了 无论是江绵阳恒也好 什么刘云山也好 他们这些派系的人 都跟他仓和在一起 所以马云那时候非常强势 马云那时候做支付宝的时候 说实话我是非常意外的 为什么 因为你想支付宝是什么概念 等于你是抢银行的饭碗 银行饭碗呢 银行一个是拉储蓄 一个是放贷款 一个是做服务收钱 对吧 那这个钱按照存到银行去 现在都存到你支付宝哪去了 而且你支付宝可以拿这个钱 来做一些资本运作来挣钱 当然你只好可以把这个钱 再存到银行去 那你某种意义上 你就变成了银行大的甲方了 这是开玩笑的事情 从来在中国这个四十年以后 从来没有哪个民营机构 能够去抢银行的饭碗的 他能做到这一步吗 其实我觉得是有非常强的 这种政治势力的支撑场 他才这么做 否则人民银行一句话就把它干掉了 说民营企业不允许做银行 不允许做金融 你别玩了吗 所以他一步步这么发展 发展到今天 我个人觉得 早期是他的创业之路 后期是政商结合 来做一种金融垄断也好 来做一种金融高层的一些服务也好 来抢银行的饭碗也好 来做到这一步的 那么这个政商结合使他壮大 但是壮大到这个时候的时候 习近平上来之后呢 习近平会认为这个东西 对他是有危险的 对吧 特别是所谓的政商结合的那些政客们 基本上都是习近平的四敌 都是江派的嘛 那么他们如果通过跟马英这样做生意 赚了更多的钱 那对习近平就是一种威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到最后在他上市前把他卡住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把他给挤出来 让他一步一步的退出来 我个人觉得那作为习近平而言 他是不必须要这样做了 因为他不可能让马云做他那些政客的白手道 帮他们挣钱来对付习近平的嘛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是马云他一步步走到这之后呢 一种必然的结果 那作为马云来讲呢 他现在也比较低调 我个人觉得马云他作为一个个人来讲 他还是非常有才 对吧 他的思路也比较清晰 当然虽然他做到后来的时候 他有点比较膨胀 对吧 这个批评中国的金融系统 然后觉得这个金融系统 你们根本没有什么系统管理 对吧 等等等 话没讲完就自己就被整肃了 人家说是不是因为讲这个 不是的 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根本上就是 应该说走到这个政治权斗里面去了 那么现在呢 他算是这么推出来了 推出来了以后 大家看到他最近也是个闲人 在日本呆呆 在泰国呆呆 那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 他毕竟就是虽然这个 在这种公司的控制上被做好了 但是他自己的还是一个资金量 还是非常丰厚的 所以他不愁后面的生活 那么马云以后有没有可能 再付出呢 这个话题 可能估计没人说过 我可以做个大胆的推测 就如果有一天这个习近平不当政了 马云还年轻的话 就年纪还有限的话 他其实有这种可能性 为什么呢 因为说实在的 这种资本运作 背后的猫腻态度 他虽然现在表面上 我退出来了 但是实际上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 是他的人帮他持股也好 帮他在里面运作也好 这个你很难说的 他背后有可能有很多交易的 什么意思呢 就像他原来那个 他是通过杭州 就是云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来控股这个马亦经浮 而这个公司原来是马云一个人的 百分之百空 然后后来调整怎么调整 他把这个股份再给了另外四个人 给啊 大家说不是卖啊 是给啊 给了之后呢 然后呢 这四个人把它分开了之后 那四个人去 来分别持股 马云 马云经浮 那么大家想想看 马云能给他股份的人 他能给的出去 他后面没有协议吗 他想收会不会是能不能收回来呢 这个很难说的 就是说他你表面上 哪怕现在啊 大家通过协议啊 按照政府的要求 我们这个在这个决策权方面啊 就是控制取权方面 我们不可能同意投票了 大家各自投票啊 所以马云他原来是投票权 大概超过54%呢 对吧 那现在呢 只有6.2%了 但是那后面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政局变了 那他再跟几个人 那几个人商量 这个股票我当时我给你的 你现在 咱们有内部还有其他协议啊 是不是你再还给我啊 所以这东西很难说 因为走到资本运作这块啊 背后的东西太多 我只能说 那么这些人有没有可能 现在也就是合起火来的忽悠习近平 有这种可能性 当然了 我这是纯粹是猜测推测啊 因为毕竟我自己以前也做过企业 知道这些资本运作 他们以后猫力太多啊 有很多方法 咱们就马云的事 咱们就先说这么多啊 当然了 我希望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在中共这种体制下呢 都能够艰难的生存下来啊 我觉得度过一个最艰难的时期 后面呢 我觉得中国的经济 还是要靠民营经济来发展 国有经济呢 是没有前景的 基本上是死水一滩 好 这是马云 我们就说这么多 下面呢 我们来说一说张文宏 那么张文宏呢 近日在上海 给上海的医生做培训啊 他讲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到位 也比较重了 他说的什么呢 他说这个 他现在非常着急 什么着急呢 他说现在这个 很多医院的治疗方法完全是错的 然后他说现在很多人去 先去这种小医院 就二级医院 三级医院啊 去了之后呢 治疗 治不好呢 要往大医院跑 那大医院呢 也没治好 然后到最后就去世 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 他认为就是 这个整个证明的治疗方法是错的 那么他说现在的治疗方法 最主要用的是什么呢 最主要用的是这个 这个退烧药 感冒药 可受药 还有一些中医 那么这种方法 无法缓解病症 使很多老人到最后 他的肺部感染 无法缓解而死亡 这个话说的就很不一样了 因为说实话 为什么这些医院用这种方法来治疗 为什么用退烧药 感冒药和这个这个 咳嗽药来治疗 是因为前面的这种舆论宣传也好 包括这个医院内部的一种认知也好 就是这个奥米克戎是比较轻症状的 对吧 那么最大部分症状都非常轻 所以你来了之后 这个就是这个 有些感冒药 吹烧 把推下去就行了 大家还记得那个仲南山说的话吗 就是重症都不算重症的 对吧 当时我说他那话说的就不负责任嘛 就是胡说八道 就那时候那时候的舆论是什么 就重症都没关系的 吸一扇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院士真是害人害死了 那么现在来看呢 完全不是这个状况 那么他这里面讲的一句很关键的话 是什么 就是说 这些老人因为肺部感染 无法缓解最后致死了 什么意思 肺部感染 大家知道 不是奥米克隆 奥米克隆是攻击上呼吸道的 他一般是不攻击肺的 所以到肺部感染 而且这么多人感染 这么多人 这个到最后 这个治疗错误 到了死亡的话 那这些人他其实 某种意义上讲 就不是奥米克隆 但是呢 张文宏他又没说 说这个不是奥米克隆 是其他病 因为他不敢这样说 他要这样说了 估计中共就要找他了 你有什么权这样说 所以他现在只好说 你们用药用错了 那现在用药用错了 那用什么药呢 张文宏他就说了 他说要用这个 他举个例子 说美国会的 Pax-Loway的 可以治疗 因为那是美国的这个治疗 COVID-19的一种特效药 然后这个还不够 他说要加上什么 荷尔蒙 Pax-Loway的加激素 来治疗 奥米克隆 大家觉得 这是奥米克隆吧 实际上我觉得 张文宏已经把这个事情 已经说清楚了 现在根本就不是奥米克隆 所以你用 能够什么感冒药也好 退烧药也好 什么咳嗽也好 来治他 拿他的话来讲 就是完全用错了药 让这些人白白等死 这就是他说的 所以他说这个二等医院 三等医院 还有这个什么大医院 其实这种治疗方法都是错的 当然了 他这个话 我个人觉得说在简直上了 但这话 这个多少医院能去听 多少医院能去按照这个做 赶快这样子来救治 那有可能能够救治很多人 因为他自己也说了 他说再过一个星期就来不及了 他说现在这种感染的速度太快 我估计他说在上海 北京已经来不及了 北京早就大批大批的人在走了 他也说了 说有可能一月份 二月份才会到死亡的高峰 那时候弄高峰的时候 如果大家那种治疗方法 还是奥米克隆的 轻症 感冒没关系 发烧也没关系 甚至重症都没关系 这都是院士说的 不是我说的 那么那真的是大批大批人死 所以张文宏这时候说这个话 我看到了国内媒体 还是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我看到一些网站上面 都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报道 当然他那个报道 说的 都没说 实质问题说出来 都说张文宏说有希望啊 这个应该会好啊 这个未来怎么样怎么样 而他最关键的就是现在这个根本问题治疗方法要调整 这个为什么调整 那更不用说了 所以呢 我把张文宏说的这些话总结起来 他背后的内涵就是现在不是奥米克戎 赶快按照这个Delta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症状 这个病毒感染症状来做治疗 用激素加Paxloid 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啊 这种思路能够在中国大陆赶快被推行 这些医院能赶快这样去做 那有可能能挽救很多重症病人 现在中国现在的状况根本就不是挽救重症病人 你基本上张文宏的话也是这么说 就白白等死 就是你感染之后 因为他自己也说嘛 他说你用这个抗生素 用这个感冒药能治好这个病毒吗 Coin-19的病毒吗 这个病毒可以 这个药可以治什么 可以治这个一些你这个细菌 对吧 杀一些细菌 但这种病毒你是治不了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医院已经走了这么长时间 弯路了 在所谓的这些专家人指导下 走这么长时间弯路 现在应该赶快回头 你就老老实实按照当年武汉疫情的治疗方法来治 有可能还能救很多人 所以为什么我进来说张文宏呢 我觉得他这个地方是讲到点子上了 那么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就说这么多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节目 就赶紧给我们点个赞 好吧 然后这个留个言 咱们互动互动 我也非常感谢 咱来上来看手印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谢谢